聽君一直說 主持 陳國明 大家好 來到6月21日的星期二 D18 Plus免費台的聽君一直說 星期二繼續有陳國明為大家支持節目 如果大家在過去24小時有留意新聞 甚至留意網上一些熱話 我相信珍寶海鮮坊的沉沒事件 應該最引來大家的關注 因為我看到大家不只是關注海鮮坊的沉沒事件 我還覺得這隻 可能很多香港人都未必會上去吃過一頓飯 喝過一次茶的海鮮坊 似乎同時好像在預表香港的未來 香港的狀況一樣 最後會不會沉沒在大海裡 沉沒在一些風浪之中 我看到包括專子的一些政治漫畫 同樣拿了海鮮坊的沉沒事件作為一些創作題材 事實上大家真的非常關注 而且事件背後仍然有不少不解之謎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海鮮坊的事件 跟大家追查一下珍寶海鮮坊的沉沒之謎 因為當中有很多的問號 現在大家都還在問 另外大家都知道今天是21日 剩下一個星期的時間 時間到了7月1日 7月1日是甚麼日子呢? 我們以前說這是香港回歸紀念日 但原來回歸這個字 現在是政治不正確的 因為香港根本就不存在回歸 原來我們的祖國偉大的中國 一直以來只是不在香港行使自權 一直都擁有主權 所以說主權回歸就是歷史上錯誤的說法 既然是這樣 我不知道以後7月1日 那天叫做甚麼假期 叫做重新行使自權日 但是在25周年重新行使主權的日子 新管治班旨就上場了 我想大家對他們來說 也有一定的陌生 雖然有些面孔大家都認識的 但是也有一些新的面孔上場 但是陌生之餘 同時間可能大家都未必有興趣知道很多他們的背景 不過... 如果你深入一點點去瞭解 其實他們的背景有部份人都非常奇怪的 或者非常奇妙的 我特別集中在一位局長裡面 想了解更多的時候 可以越穩越多 發現背後也有一些故事 值得拿來跟大家說 當然啦 還可以跟大家做一點點的分析 這個管治班旨 早一兩天就公佈了 然後你看到一些管治的架構之一 這個港澳辦等等 就對他們有一些期待在裡面 我看到明報的頭條就在說 只有五個期待 包括要他們去解決一些香港深層次的矛盾 但是這些深層次的矛盾 靠這個奇妙管治班旨 是否真的解決得到呢? 不妨我們就去解構一下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 追查珍寶海鮮坊的沉沒之迷 以及解構新管治班旨的奇妙背景 事不宜遲先跟大家說一下 珍寶海鮮坊的沉沒之迷 因為珍寶海鮮坊是6月14日 被拖離香港仔避風塘的 大家都從一些新聞片段 新聞照片裡面 看到大概當時的作業情況 但是我想大家也沒想過 咦?為什麼香港仔飲食集團昨天 突然出了一個聲明 原來這個海鮮坊 在南中國海西沙群島附近的水域 遇上了風浪 船身入水 入水之後最後救援無效 於是它就翻沉了 沒有人命傷亡 不過這隻船就... 別人說石沉大海 我們就海鮮坊沉大海 還說由於事發地點 超過一千米的水深 所以進行打鬧工程應該會非常困難 因為集團對意外 感覺到難過和不捨 事件引來很多不同的揣測 在裡面的 包括有些網民 有些朋友 就馬上翻查天氣的狀況 因為正在說 遇上風浪 風浪當然不一定要打風才有的 但是究竟那個地方的風浪是怎樣呢? 其實大家知道 生活在香港 我們是活在一個資訊很透明 也流通得很快的一個地方 所以大家立即去尋找天文台 其實有一個華南海域的天氣報告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如果大家過去有聽收音機 有些什麼南澳以南 沙提爾南 還有說到一些天氣站 包括拿了一個天氣站 叫做西沙 所以如果查天文台的華南海域的天氣報告 有朋友找了 就說 喂! 當時西沙大只是吹輕微至和喚的西風 風浪小 而且當時不見有落大雨 參考了之後 就分析一下 似乎所謂遇上了風浪 是不是當時造成珍珀海鮮坊沉沒的實況呢? 因為當時的天氣狀況似乎大致良好 我當然不是只看網民的資料 我的確參考了好幾個新聞二報的網站 要提外話說一點 不知道D100的聽眾知不知道 我除了做新聞記者之外 其實我在《蘋果日報》再之前的一個工作 我在另一間很大的網媒裡面 是專責成立了一組的天氣組 是專做天氣新聞的 所以當然也對於 去了解一下一些天氣資訊 去找一些天氣資訊相關的資料 就不是一個陌生的事 當然一來就看天文台 其次可以看看 其實有很多天氣報告或者預報 或者監測的網站 配合一些衛星圖像等等 其實都可以找出一些記錄 根據《香港仔飲食集團》 就是《珍波海鮮房》的母公司 就說了 出事的日期應該是19號 所以就馬上去看19號當日 就是南中國海水域附近一帶的天氣狀況 大家首先要改變一些概念 你不要以為我們在說南中國海 就像是維多利亞港一樣 是一個很小的水域 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一個很大範圍的水域 在說香港在那裡 其實只是一點大 所以究竟是哪一個確實的水域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不過整體上 這個華南海域 特別是南中國海 在西沙一帶附近 其實當時的天氣狀況 確實沒有一些很惡劣的天氣出現 那風力也不是特別的強勁 所以根據網民的預測 或者推測 或者分析 其實都不偏離得太遠 但是 我也要特別在當中補充一點 就是在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裡 說的西沙站 就不只是一個西沙群島 因為我剛才說的 香港在那個水域裡 可能也只有一些 你說西沙群島 那裡本身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而那個所謂的西沙站 其實就是西沙群島裡 上面一個叫中興島的其中一個島嶼 上面一個屬於海南省的氣象 就是中國氣象局下面的海南省 管理的一個氣象站 所能夠提供的資料 那麼這個西沙站上面的氣象站 它偵測到那個風力的狀況 和沉船的事發地點之間的距離 相信一定有一定的距離 而這個距離是會令到天氣的變化有多大的分別 或者會不會海浪風浪上面出現了很大的分別呢? 這個是未知的因素 如果大家其實有留意到 就算我們香港的水域以內 你在維多利亞港面對那個海浪 和你出道去蒲台島 面對海浪的狀況其實都已經差很遠 而這個只是幾十公里距離而已 如果你說再遠一點 過百公里距離 那變化會不會有更大呢? 這個是肯定的 就正如大家有些朋友 有時候會出海去釣魚去到很遠的嘛 一出到外海的時候 即是拋到九彩、吐到七彩 是因為那個風浪一定很大 就算是風和日麗的天氣狀況 都可以說有很大的風浪 而那些風浪不是你在維多利亞港兩岸 網見維多利亞港中間的風浪是可以比意 好了,我們說了天氣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固然就是 究竟沉船的意外確實地點在哪裡 根據相關公關公司 接受傳媒查詢的時候 他們就拒絕披露 關於海鮮房沉沒地點的座標 也沒有什麼相關資料提供 更加不要說那些事發時候的照片 起碼大家想憑吊一下的機會 抱歉都沒有了 但是我們會不會有一些機會去追查得到呢? 其實方法不是沒有的 不過也不代表一定是行動 我就做了一點點嘗試 因為過去工作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都會留意一下飛行的資料 一些航機、飛機、直升機等等的資料 同樣原來在海面上 也有一些Marine tracking的網站 其實它一直掌握著 全世界在水域上行走的船隻的資料 當然這些資料有不同的級別 譬如它可能只是看一些很大的貨船 又或者它連漁船都會監測得到 所以那個資料庫其實裡面是很龐大的 回來下一步 既然我們有了一些工具 可以怎樣找呢? 於是你就去看看 究竟當日這個珍寶海鮮房 離開香港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船隻在當中去參與 珍寶海鮮房 雖然我們就說它是一隻船 但實情它應該不是一隻船 那我就嘗試去找回當日的片段 就看到其實當時是由一間叫做 潤寶海市的一個船公司 海市服務公司 提供了用兩隻拖船 就將這個珍寶海鮮房 拖離這個香港仔的避風塘 那兩隻拖船 一隻就叫做潤庫 一隻就叫做潤威 確實在那些海市資訊的網站裡面 那些船迫資訊網站裡面 是找到這兩隻拖船的資料 這兩隻拖船根據那間潤里公司的資料 兩隻船就900多匹馬力和1000多匹馬力 但是有一些應該對於海市相關熟悉的朋友 其實都提到的 這兩隻其實都是一些內河級的拖船 你要出到外海就不行的 你就應該要找一些軟洋的拖船 所以可能有機會這兩隻船就未必有關係 另外也看到現場有一隻叫做Liu Legend 17的船隻 其實它是一隻中文名叫做新里程17號的小輪 都屬於那間叫做潤里的海市的防務公司 而那艘船當時就做一個護航船的角色 基於這個有限資料就嘗試繼續去追查 但是很抱歉 無論是潤庫或者潤威 或者剛才我提到的新里程17號 其實這幾隻船的資料 就在14號之前 這個珍珀海鮮坊 離開香港前後 它就已經沒有一些特別資料 更新了上去 那你說為什麼會有些時候有 那些時候沒有 那是源於這些船隻 它們船上有一些系統 你可以簡單解釋 即是理解為一些衛星定位系統 如果它們關掉這些系統 於是外界就接收不到它的位置的資訊 自然就不能記錄下來 自然就不能去查找得到 但是不代表它是沒有的 因為譬如我以海事處為例 它們照樣有雷達的 所以為什麼12港人會被找到 就是它在雷達也看到那隻快艇在走 就知道它來由香港海域下布代澳出發 離開了香港的水域 於是當然是派人去截它 所以可能一些執法部門 監管部門固然有一些途徑去掌握 但是民間可能有一定的難度在裡面 但是度高一呎 網民就高一丈 我高一寸而已 有網民之後就發現 似乎有另一隻來自韓國的拖船 似乎是負責把珍珀海鮮坊 拖去南中國海的海域 它從那些海事資訊網站 甚至乎找得到 這隻韓國的拖船 就在介乎於西沙群島那邊 和海南島中間水域的一段位置裡 就在18號晚上到19號、20號中間 就在那裡徘徊了一些位置 不知道估計會不會是跟當時 這隻韓國海鮮坊出了一些事故 所以就要去處理有關 最終就追查到 他懷疑是一個沉船的大概位置 亦都有一些我相信比較高層次的網民 再分析一下 包括當時的風向 和船隻的航行方向似乎未必配合 如果是這樣 是不是對於拖著船這樣走 未必有好處 甚至乎會不會因為這樣 去造成一些沉沒 我想強調 就是有關的猜測 其實現在只是處於一個猜測的階段 甚至乎大家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一些陰謀論 就覺得 哇 香港就沒有人要那隻船 又沒有人願意收購 又沒有人做白武士 雖然香港隻飲食集團 這個武公司 就說明願意送那隻船出來 但是沒有人接手 又有那個維修保養費用 可能成本又很貴 於是就搞到要拖走它 但是船拖走它 你也有很多成本的 有人就猜測 拖出去公海整沉它 沉到海底 就一了八了 我想說這些 是平留在陰謀論的階段 就是大家的揣測 大家的猜測 實際上我們其實沒有任何確實的證據 去證實到有關的事件 但是我一開始說了一個天氣資訊 剛才說了有網民懷疑 參與整個作業的船船 找到它 但是它的位置也看到的 如果從那個位置去研判 那出事的地點 或者是懷疑出事的地點 其實就跟我剛才一開始說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裡面 《西沙氣象集》的距離 我想說其實都很遠 是超過一百公里 或者近乎一百幾百五公里 那這是什麼概念呢? 即是說如果香港度起 就去到三尾 又或者 向東北就散尾 向西南發展 其實就去到一個叫上川島的地方 換句話說 其實是一個一望無際的南中國海的海域 所以當時的海面的狀況 或者氣候天氣的變化 是可以有很大的變化在裡面 以至到我們一直在說 是否風力這麼低 其實我翻查了一些 氣質資訊的網站 找到一個比較近的地點 我也看過 其實當時現場是在吹 大概每小時30公里 即是少於35公里的一個平均的風速 這個風速大概是等於什麼? 如果根據天文台的風級表 大概等於五級風左右 是屬於清徑 會有中浪 但平均可浪的高度 都是2米 最高都是2.5米 也不是真的特別高的 但是會不會造成一些危險 大家甚至找一些舊片 舊照片出來 就說 喂!以前這個海鮮房 都拿過出去維修的 不是這樣拖走的 是放上一輛很大的等船上 然後再拖等船走的 會不會這樣就比較安全 我覺得 畢竟大家都不是專業的人士 其實本身 如果有盡責的傳媒工作者 或者傳媒機構 其實我們應該要為大家做搜查 或者去解開這些謎團 因為 雖然我也看到有些網民說 對於這個珍寶海鮮房 未必有很深厚的感情在裡面 但畢竟它 也算是具有一定的 代表香港的份量在裡面 就是有時候 一些外國的人 說到香港 或者對於香港的形象 其實海鮮房 它真的存留了一些記憶給大家 那是不是值得去追查呢 最後再補充一下 就是看看我剛才所說的 提供作業的 潤里海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它的背景資料也有點有趣 其實它也挺經驗豐富的 香港的達營基建號碼 包括港珠澳大橋 和三海工程等等 它每個人都有負責 提供一些船隻的租用服務 也提供海員 海市諮詢 造船 船隻維修服務等等 等等 所以說幾十年的經驗 你找它就無後非了 可能 而這間公司的管治層面 背景又如何呢 有趣的地方就是 公司的主席兼行政總裁 就叫做溫子傑 其實它跟後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還有其他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都是同樣是選委會界別下 第一分組之角界別下 的航運交通界的自動當選委員 待會關於優局長 我有多些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而這個公司裡還有幾位 其中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就叫做廖漢波 大家是不是馬上對這個名字有點熟悉呢? 他的其中一個身份就是 前海市署的署長 嘩 業界人選 我們有時候就在說 你做那一行 然後你離開公職之後 又加入一些相關公司裡面 當然 很適合使用 那廖漢波先生的其中一個故事 為何會這麼熟悉呢? 就是因為他在任海市署署長期間 就發生了南亞海難 那南亞海難關不關海市署事呢? 那就必然關 因為驗船有問題 或者明明船有些事情不合格 不跟途質 為何驗船的時候發現不到 誰負責驗船的 就跟海市署有關 所以廖先生他自己在立法會上面 由於死難者家屬曾經發出公開信指責他 他後期也在立法會會議上面 就向死難者家屬、傷者、市民 其實都試過鞠躬 道歉的 最新發展就是 死難者家屬都繼續有些司法程序要處理 所以我相信對於他們來說 就未能夠釋懷的 好!在這個時候 先送一首歌給大家 鄧紫棋的一首歌叫做 《後會無期》 因為第一句歌詞是這麼說的 《當一艘船沉入海底》 休息一會 回來繼續跟大家平均一直吧